结束了女子担任十米跳台预赛的争夺 穷蝉华队出色 让她一起欣赏她的表现 一跳107米向前翻过三周半去请 北京时间3月2日凌晨 2024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第一战分战赛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结束了女子十米跳台预赛的争夺 奥运冠军 星科世锦赛冠军全红蝉发挥正常 以421分 预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决赛 队友陈玉席拿到了412.85分裂预赛第二 本站女子跳台决赛将于北京时间3月4日清晨进行 世界杯跳水赛自去年改制以来 共分为三战 比赛地点依然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德国柏林以及中国西安 但是比赛顺序不同 上个赛季 先在西安和蒙特利尔进行了两战分战赛 柏林是世界杯总决赛 这个赛季 蒙特利尔战先打响 然后是柏林 最后在西安进行年度总决赛 在2023年的跳水世界杯分战赛上 全红禅赢下了蒙特利尔战的冠军 但是在西安以及柏林总决赛中都是亚军 冠军被陈玉席获得 改制前的2022年柏林世界杯 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的冠军也是陈玉席 全红禅为亚军 也就是说 如果全红禅要想成为真正的女子跳台大满贯得主 还缺一项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 进入2024年以来 世界永连跳水大赛 这已经是第二次举办了 上一次就是2月初 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世界锦标赛 当时 全红禅在决赛中跳出了高水平 战胜队友陈玉席 首次夺得世锦赛女台单人比赛的冠军 短短一个月之后 两人再次迎来女子跳台的巅峰对决 全红禅在预赛中的全部舞跳 只有第三跳的比利动作入水效果欠佳 且同组动作她的难度系数比陈玉席少0.1 因此 这一跳 她的得分比陈玉席少了20.40分 不过因为前两跳全红禅发挥出色 领先陈玉席的分差为25.20分 因此 前三个动作完成之后 全红禅在积分榜上依然压制着队友 最后两跳 全红禅稳定输出 特别是在207C这个难点动作上 得到了将近90分的高分 最后还是以8.15分的领先优势 获得预赛第一 陈玉席则以预赛第二的身份晋级决赛 在两人此前的多次对阵中 陈玉席预赛获半决赛第二 而决赛翻盘夺冠的一幕没少上演 因此两天之后的决赛 冠军得主依然不好判断 不过在一个多月前的多哈世锦赛上 预赛和半决赛全红禅都是第二名 决赛里她完美表现一路领先 在自己参加的第三届世锦赛上 终于实现了夺得女子 担任十米跳台冠军的梦想